我俩是大学同学 现在相处两年了 原来我俩感情很好 他对我也特别温柔 百依百顺的 但是自从要毕业开始实习了 我就感觉他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吵架也越来越频繁了 我也不知道我俩还能相处多久 现在我对未来特别迷茫 自从实习以后 我感觉他接触的事情好像多了 性格也变得古怪了 动不动就冲我发火 无论什么事值不值得都生气 我希望他的脾气能改一改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张先生来自黑龙江 21岁 职员 有请张先生 有请 女嘉宾韩汉来自黑龙江 22岁 自由职业 有请韩汉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目的是为了我们俩的爱情 你们俩的爱情怎么了 小伙子 我们俩的爱情出现了些矛盾 出现了什么矛盾 因为我们两个人 就是比较喜欢出去游玩 有一次在游乐园 我们就是因为是夜场 已经约定好了 就是去玩下一个项目 因为下一个项目很有可能 就是会关闭 他就开始拍照 一直在拍照 女生拍照也很正常嘛 然后他让我帮助他去拍 但是拍他就觉得不满意 在那一个地方 拍了40多张照片之后 等那个项目都已经关闭了 还没有拍完 我觉得应该花钱 咱去玩的一件事情 却浪费在这个拍照上 这就吵架吗 主要是什么 我态度表现的有些不耐 然后他就 不耐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点不耐烦 不耐烦 你看 对 你别用简语 有些不耐烦 然后他就觉得 我对他不认真 然后拍照的事情 也不认真 我觉得女生还拍点照吧 有什么毛病吗 我就多拍了点吧 你说我俩才出对象 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 也就当时出了 也就两个月吧 两个月 也就算那个就是算 刚刚就是腻活在一起 然后他就觉得 我拍照了 就时间长了 他就给我有点 就是不耐烦了 我觉得我生气 是因为他的态度问题 并不是说 他给我拍照怎么样了 我就因为这事生气 他态度怎么不好 就我说照没照完 完不完事 还照我 就是他的表情和微表情 和微动作 我就感觉他挺不耐烦的 还看微表情呢 对吧 还有别的事吗 他对我逛街 很是不满 陪他逛街的时候 就是嫌我老坐着 那时候我俩上大学 大学出去一下 就是没事礼拜六 白天就出去逛逛街 逛逛商场什么的 刚出去走没十多分钟 他看着我凳子就坐那了 我要他去帮我挑衣服去了 又不是让他在那歇着去了 我俩经常一逛商场 就逛很长时间 有的时候他在试衣服的时候吧 我觉得累 我在那坐会儿 然后等他逛完衣服之后出来 然后呢 我再去看 我理解这等于他到换衣间里面 更衣室里面 去换衣服的时候 你坐着 对 是还是不是 不是 他就我一进去那个商场 他就看着 比如说这有座吧 他就往那一坐 就完事了 然后我再举 我说这个好看吗 我还得询问他 那你说我找男朋友出来 不应该陪女生逛逛街什么的吗 帮他挑选一下衣服吗 他就往那一坐 看手机 也不知道那手机 有什么可看的 说得对 吃了手机的醋 你女朋友是不是对你要求比较严格呀 选择去做 你女朋友脾气好吗 他脾气不是特别好 你怎么能说他不是特别好呢 他就是特别急 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性格都比较固执 固执 就是他认定的事情 然后呢 就是我要去改变他 对 需要很长时间 或者是就是我跟他说很多 让他理解了 他可能才会去改 比如说呢 比如说 就是我俩 就是原来去买一个东西 买一条裤子 有的裤子还引起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令我特别生气 我特别人俩头一回吵架 吵得那么严重 那时我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他头一次给我买一条裤子 那时候刚出对象嘛 那个他送我一条礼物 我挺开心的 然后看的那条裤子是180块钱 上学嘛 我觉得就是省一点钱嘛 我在那个可以搜通款嘛 我就找到了一个150块钱的裤子 对 因为我觉得便宜30块钱嘛 会过 对 就因为这个事情就说不通了 他就硬是觉得那180块钱的裤子 他的那个质量要比150块钱的那个好 对 然后呢就因为这个事情 慢慢的就是吵起来了 我觉得吧 我俩刚出这些小门 说首先 我就说送你他一条裤子吧 他正好那这一说要想买裤子 说送你一条吧 那就差30块钱了 没有必要那么麻烦 又搜通款又什么 我说那就给你买了吧 他就觉得我脾气说 他说我挺酱 他也挺酱 那最后我也是听他的了 我给他买150块钱那条了吧 我是不是也听你的了 我也没说怎么的 我说那个咱就省那30块钱嘛 完了他就一直在跟我酱嘛 酱到后来就生气了 说我们俩人价值观不合 因为30块钱一条裤子 我觉得犯不上的一条事啊 可能我感觉刚出去下嘛 也不是很了解嘛 我就说哎呀 那至于嘛 我觉得没有必要的事情 他非得去纠结这件事情 就是没特别纠结 但是后来因为吵起来了嘛 反正他把我电话挂了 就是两个人正在打电话的时候 挂电话挺不礼貌的 我也跟你说过了 我说我也跟他说了 我说行了 没什么话说了了吧 我就挂了 他当时也说 嗯 然后就挂了吧 我没说 那我也告诉你了 我说我要挂电话了 然后他就挂了 都没能够回应 他就给挂了 这俩的恋爱是罗生门的 我就挺生气的 然后呢 我就是给他打电话嘛 不接了 然后呢 发微信给我拉黑了 然后QQ跟他说的话 回我嗯 嗯 行 那我没回答你啊 我师父告你了 行 嗯 完事了 等到了晚上 我亲自就是给他打电话嘛 完了还是不回我 我问问他室友 我说他在干什么 然后他居然在 给一个男的打电话 你男的就是 就是我俩 就是特别好的朋友嘛 然后我当时吧 也没什么倾诉的 我就跟这个男性朋友说 就我俩特别好 不是 你倾诉什么呀 姑娘 我就觉得男生 比较了解男生 我说为什么要差30块钱 就不买这条裤子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的事情嘛 他就知道了 我现在都不知道 他怎么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揪着这件事 不放他就觉得我 嗯 给这个男生打电话了 没给他打电话 嗯 正常两个人就吵架了 不应该是相互沟通嘛 嗯 然后他不跟我沟通 他就跟一个男的打电话 后来我从他室友那知道 那个男的劝他和我别处了 不是 这你怎么知道的呀 就我室友告诉他聊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 他回来就说我吵架了 我问他这个室友 你就说这个事是不是真的吗 是真的 但是我又不是 我也没听从他的一条 只是说为什么不买这条裤子 我俩纠结的就是点不一样 他一个男性朋友 劝我别和他处了 你说这个事情 放在谁身上谁不生气 然后呢 第二天那时候 我脸一直冷着 然后呢 他就过来说 冲我笑一下了 我都不明白 那个笑是意为什么 然后他们那个点真不一样 我还都找到了 不是点不一样 然后到后来 到后来我们俩 就因为这个事嘛 我就一直没理他 完了他就问我怎么了 怎么了 然后到后来 我俩说出来这个事了 他就一直揪着问我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在想 我当时就生气了 你跟我说 你怎么知道的 知道很重要吗 这俩人是 是这么个思维 女生的潜台词是 为了三十块钱 你至于吗 男生的潜台词是 你怎么不跟我说 跟你的男闺蜜说 女生的潜台词是 你怎么知道 我跟他说了 男生的潜台词是 我生气呢 没一件事能合谴的 后来这裤子买了吗 买了 我也听他的了 买了 我说买了 到底买这条 就是便宜的了 我说那你就买吧 那我降不过他呀 我觉得两个人 找刘虾门 应该是互补一点的 但是我贫心就比较降 比较固执一点 他也是 然后呢 当时就在妻头上呢 他就揪着我 跟我男闺蜜 打电话这件事情 他也不放了 我换个角度想想 咱俩吵架的时候 我跟一个女打电话 他劝咱俩黄了吧 你怎么想 你会不会生气 这是恋爱多久之后的事啊 这个是大概 四五个月左右 那你们俩现在谈了多久了 两年 现在两年 那现在是啥事的 这不是过去的事了吗 我们俩是吵架吧 就是跟他吵架 他总是不吱声 然后呢 一吵完之后 又觉得我不吼他 我在吼他那时候 他不搭理我 然后呢 等我 等我想让他缓一会儿的时候 他又说一些 令我生气的话 说两个人 两个人出这些 也就那么回事吧 也就那么低 不吼就不吼吧 那么低 那女生本来就是吗 女生生气之后 就有负能量呀 你说 那我想一想 你怎么了 吼你的时候 你连句话都不说 我没回你嗯行啊 我说我回你了 嗯 行 我也尊重你了 我说行啊 那我先冷静冷静 我不怕我俩越丑越叫吗 两个人 我俩去买衣服嘛 然后呢 我就是 当时我健身嘛 我想试试 自己身材 能不能撑起那个衬衫 我就穿一下 看怎么样 电源刚递给我 我刚往山上一套 就说哎妈 赶紧推了吧 太磕身了 你可别穿上了 太磕身了 那个声音特别大 特别的丢脸的感觉 这有什么丢脸的呢 这个对于你们来说 可能啥 就是我这个人 可能是比较那啥 就是他在我旁边 就让我觉得特别那啥 特别没有面子 不是你把那啥 都给我们说清楚了 到底那啥是啥 可以说就尴尬 特别没面子 这种感觉 尴尬 你为啥那啥 那么说话 那那啥 我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穿那样衬衫 我觉得他不合适 他有点显着 他本身吧 就是可能显黑一点 不显肤色亮 然后我就当时 也就是电源 我们三个人在场嘛 我可能我觉得 我这个说话就比较直 有什么说什么 我也没就是没思考说 哎呀不行 不好看 你就先别买了 我就这么说的 就可能说话比较直一点吧 伤害了他的心 然后吧 然后他就这什么 伤害了他的心碎了 后来他跟我说这问题 我觉得吧 就是现在也是 我也觉得 可能这个问题 我说的不对 当时没给男生面子 我没让他就是 有很多的面子在外面 我也跟他说了 这事我不对 但以后也没发生过 这些事情吗 就这种没面子 还有 就是我和我那个 我有两个同学来找我 然后呢 一起出来玩和他 完了再吃完饭 去KTV唱歌 KTV唱完歌 就说去哪玩嘛 下一步 因为那时候天比较冷嘛 在外面 我搂了他 我就跟那个 我也感觉天挺冷了 我问我那两个朋友 毕竟他俩来找我来嘛 我得问问他们两个 想要去哪 我说那个 你俩想要去哪 你俩想想 完了他就在旁边不耐烦了 最起码得说了四五句 说那个 你俩快点吧 能不能快点 第一次见面 就那么说人家 我就当时我就 我也有些不耐 我就跟他说 刘恒你等会吧 你就别着急了行不行 因为东北人嘛 性子比较急 我说你等会吧 完了就生气了 扭头就走了 那我觉得吧 你说男生做事 游有余 你不会提前想好 你自己要去干什么吗 我就说 你一开始表现的态度 就是不耐烦的态度 那你们做事 默默唧唧的 你能不能快点啊 不是我做事 是他俩做事 我问他俩要去哪 你别把事情 推到你朋友身上 我当时要 马上就能决定之后 我直接就打车走了 那你就他王哥出来了 你说你要下一步干什么 要再去哪个地方 提前想好再出来呀 你这外面不冷吗 他俩不是没想好吗 四个人在大道上站着 我就问他俩 那你们仨道理 默不默契啊 默契 我都感觉挺默契 但是把他在旁边 他感觉都挺默契了 但是他在旁边催你知道吧 就是催的 给人家俩 当时人俩都伤了呢 催的人俩不出声了 那你们俩今天 道理为什么来呢 咱不默契了行不行 为啥来呀 我俩为啥来 就是想把这些事情 就是我俩平时 要是烙的话 烙不开这些事情 因为烙烙就激压了 对 共同说来我们这个舞台 想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要改变这个现状 是这意思吗 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总吵架总吵架 慢慢的磨的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平大的 然后呢 他就想上节目来之后 就是他的意思 就是要快要那什么了 然后我想上台 快要分开了 然后我就是想来解决一下 这个方面问题 你不想分吧 对呀 那你觉得平淡了吗 我觉得 怎么说呢 反正耐心也快磨没了 你也差不多快绷不住了 因为你总去哄他 完了他还不理你 然后再说那些亲你的话 这个形成一个流程之后 慢慢就 你们俩现在吵架都成流程了 行吧 咱们看到离对这个 年轻的这个小朋友谈恋爱啊 争争吵吵 打打闹闹 然后他们发现说 我们再这样下去不行了 是不是你敏感的察觉到他的恋爱态度发生变化了 对 你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风向标 你们的爱情出问题了 你们两个人确实都很固执 但要明白认识礼 有时候就是不讲理 还有一个爱情整则 男女双方如果真正深深的爱上对方 那么在很多事情 很多地方 你都会不知不觉 不由自主的为他做出改变 所以你们两个人要评估一下 双方在自己心中的这一种分量和这一种爱的厚度 所以你们现在需要的是冷静的思考和扪心自问 对方还是不是你原来这么爱的对方 你自己愿不愿意为对方去做出改变 然后给自己一个答案 谢谢 好 谢谢保护学 来 珊娜老师 即使是恋爱的小情侣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 也是一个小的社会团体的缩影 两个人无非就是一件事情 在争夺恋爱当中主动权利的那个位置 我都想要拿到这个主动权 我想要在这段感情当中 是说话算数做主的那个人 你们两个人目前就处在这个位置 我们接下来说说好好吵架这个问题 情侣吵架是一定要有的 包括夫妻 吵架要好好吵 好好吵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解决问题 我们吵架不是为了发泄情绪 我们吵这个架是因为什么事情 就事论事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不是发泄情绪 说一些情绪当中的话 那样说出来的话 只会伤害你爱的人 还有一个非常要切记的一点是 一定不要冷战 就是真的很害怕 两个人在吵架过程当中 一个人一直在说 一个人一直在沉默 就是冷暴力 我不理你了 这样其实是不利于感情常人考虑的 如果你要真的想要珍惜你的感情 真的觉得你们两个人 应该继续再往前走的话 这个方法万万不能 再者 我给二位提个醒 在一段爱情当中 其实是需要相互给台阶下的女生 是需要相互给台阶下的 没有谁要一味地迁就谁 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色 彼此给对方台阶 这个样子 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才能长远 好吗 好吧 谢谢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莎娜老师 来 许总 你们俩这么三天两头的吵架 你们觉得累不累 累 其实最累的不是吵架这件事 最累的是说吵完之后 也没弄明白问题出在哪 情侣之间 或者说合适的情侣之间 在一起是舒服的 即使是吵架 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沟通的方式 能够解决问题 之后会过得更好 但你们不是 你们有两项最基本的原则 情侣之间原则 你们都没有做到 第一 要学会领对方的情 女生 男生拍了四十多遍照片 即使他技术不好 你要领他这份情 你明白吗 男生同样也不领女孩的情 一百八和一百五 你到底是在乎 你的女朋友给你这份情 还是说在乎 能便宜三十块钱 你该在乎的没有在乎 不懂领对方的情 这是最大的问题 第二一个 不听对方的话 你们真的是吵架了吗 你们没有吵架 你们做的是什么呀 单向的 吵架是互相的呀 你一言我一语 这么把事聊清楚了 把自己到底为你做出的事情 受到的困惑 告诉对方清楚了 这叫吵架 而你们呢 这是男生最最苦恼的事情 你们的这个程序是 他先说 你听着 你其实没在听 你在想自己 到底他哪恨 好 他说完之后 你在发动你的攻击 他傻了 我这不就都认错 你怎么还在攻击我呢 如此这样 你成为一个死循环 你们根本就没有进行 相互的沟通 这是最累的 貌似你们之间 并没有出现很大的问题 但实则 这种小的沟通上的问题 出现了障碍 没有共同语言 不懂得付出与尊重 那这样你们是尝不了的 明白吗 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多看看对方 到底现在有没有自己喜欢 愿意去为他付出聆听 付出理解的这份动力 如果没有 最好分手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傅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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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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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理解啊 生活当中 大是大非要自我 我有我的价值观 我有我的底线 我指的是恋人之间 这种大是大非的手 一定要自我 生活所适 一定要忘我 随他去嘛 其实有的时候 中国这个悉尼哲学 在我看来 在生活里面特别好 因为没有标准件 好的说您是节俭 往不好理说 您是不领情 对吧 裤子的事 对不对 往好的说 你是享有生活情绪 让男朋友 陪你一起买东西 对吧 往不好理的说 是个女人太刁蛮 哪个正确 哪个错误 在你们俩的角度 谁都不对 因为这个时候 就没有忘我 他们在这代 二十郎当岁出来的 正好独生子女 因为她的生活里面 都是以我为中心的 她很少会顾及别的 我觉得可能 有的时候 呵呵呵呵 爱情当中 难得糊涂 在我看来 挺好的 所以你们 你们俩自己看着办吧 我觉得 如果能够做到 往下走 你们就往下走 如果做不到 往下走 就感谢对方 说一声 珍重 你找那个 愿意穿 一百八裤子的人 你就去 找那个 你一点火 他也点火 两个人炒的 火星撞地球的 那个人也可以 好吗 我爸 其实我对他根本生不起来气 每次我一生气的时候 他只要冲我一笑 气都消了 每次我绝对 认真生气的时候 都生不起来气 上节目也是这个原因 我想让咱俩就是 可以走得更远 再走进那殿堂 不再是 是爱情保卫站 不是要吵架 我们要牵手走到最后的 像你说 他特别喜欢 就是两个老人 在一起 与香味相拥 我也挺喜欢的 我希望陪你到那个时候 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 有些事情 他发生也发生了 矛盾在我心中 他也囤积了 要不我不能上 爱情保卫站 咱来了不就是为了 把这些矛盾解决的吗 行了 回去吧 考虑清楚 回去吧 回去吧 别那么较真儿 回去 回去 回去吧 看看两个年轻人的选择吧 稍微有一点担心 因为女生说 事都发生了 那意思好像 我已经有创伤了 女生会出来吗 请开门 哇 就在一起 谁让我们相遇 然后的日子 我们一起想你 我会全真理 我会纵容你 干啥 准备再吵完 再在一起是吧 往一起走啊 对 又相拥一下 男生说了 你最喜欢两个老人 相拥在一起的样子 来 邀请我们的小花童 谢谢 请我们有请 谢谢 谢谢 从那儿下去 祝你们幸福吧 好好谈 好好吵 按老师们说的啊 叫有理性的吵架 你是一个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你们 谢谢主持人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